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毕业季来临 2024届高校毕业生 陆续进入了论文查辩阶段 记者关注到 今年不少高校发布专门通知 明确将对毕业论文中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占比例进行检测 并对AI代写在论文中的比例 这个问题呢 这类问题呢 做出规范 那这个 去年 12月的时候 科技部还发布了一个负责任研究行为规范指引 就是对如何依规合理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生成式人工智能 这个AI generative content 做出具体的指引 同时指出不得使用AIGC 就是这个人工智能 生成式人工智能 直接生成申报材料 不得将AIGC列为成果共同完成 不得直接使用未经核实的由AIGC生成的参考文献等 这两个新闻 第一个新闻呢 其实比较明显的是 这个针对大学生的 对吧 因为他说要对你们所写的内容进行 看看你们有占了多少的比例 是AI生产的 那一般的这种所谓像教授这样的研究者 他是不会做这么笨的事情 但是这里面也有些大聪明 他怎么他很厉害 他想说好 抄袭就是我要列出跟我所参考的人 那我参考的AIGC可以 那可以 大概可以 那我更厉害 我就把它列为我的共同作者 对不对 我就说共同作者 可能你两个人可以写一篇论文 那谁规定我不能跟AI一起写论文呢 所以呢 他就说我把它列为跟我同样作者 但是现在这个漏洞也被补起来了 那同时还有这个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你知道写在很烦的 你就是一个个家写 对不对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帮助 那现在AI过来说 大家帮我把我列出这个领域里所有的参考文件 他就劈一啪啦全部列出来了 然后又节省很多时间 现在这个科技部呢 也说不可以 所以从这两个小新闻就会看出来 现在这个开始学校教育方面的都开始针对 不管是你是大学生也好 高等人才也好 他都要开始有规范 那同样在今年 这个中国传媒大学 他就发布了一个所谓的 关于加长2024年毕业论文的规范使用人工智能观点通知 然后他在细则没要求说 学生要明确的披露是否使用生成是人工智能 你现在不能装糊涂 你要写你有没有申请 有没有使用 如果使用 你要去用你使用的方式细节 包括你的模型软件工具名称 以及用了什么 版本和使用的时间 涉及事实和观点立体 这么辅助生成的内容 需要明确说明它的生成过程 并且同时在毕业论文里面相应的位置具体标注 确保真实最确要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 这个不知道尊重谁的产权 就是AI 这又是一个开始越来越细节的一个规定 2024年5月17号新闻 你等一下就会发现我念了很多新闻 而且都是这两三天的 这说明了什么呢 不是说我的 这个powerpoint是这两天才写的 那当然有可能 但是他至少说明了 就说就在这短短的一个礼拜内 你就发生了多少AI抄袭的新闻 你就知道这个事情 有得到多大的关注和热度 而且它未来就是我们教育界 甚至更广泛的社会 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好 所以5月17号新闻 简单来讲就是说 不能直接使用AI生成论文 必须经过学生的思考和个性化处理 这就是两句新的规范 你要有思考你要有个性化处理 你不能直接 那可以间接咯 那多少的比例怎么去界定 其实这个东西还没有共识 我相信 完全就是自由行动 那问题是说 他说要学生的自己的思考 他个性化处理 万一学生自己的思考 他个性化处理比较烂你也办 别连烂你也办 好 这个2024年4月28号 福州大学教务处就发布了个通知 他说我们这个2024本课生的 这个毕业的论文 他会进行AI的这个代写的检测 检测的结果呢 会作为成绩评定和校级优秀 毕业的这个论文批评的参考依据 而这个通知指出 他的此举是为了进一步加强 学术道德和学术诚信的教育 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 规范学生科学合理使用 生成世界的技术 赌绝人工智能代写 剽窃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 所以这就从刚刚的这个 好像简单的抄袭 升级到了一个叫剽窃伪造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 比较严肃的指控 那好 那是还有别的策略 有湖北大学 他说 这个AI代写被认定是高风险的 会被标志出来 OK 他说这里给你贴个标签 他还没有说你是怎样 他说给你标志出来 就是他看你的论文 然后他没有分成高风险低风险 知道吧 有那种风险管理 OK 他不是说你爱操了 他就说 这个风险很高哦 这好像是可能是AI哦 那这个是风险可能低 因为可能有的人 不是就是真的把AI结果 就直接丢上来 他还是有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改写啊 所以他会有一个 标志标签化 这个 所以低风险意思就是超的少 其实我的理解是这样子 4月9号 也就是今年 天津科技大学 教育署发文规定 如果本科生毕业论文中 生成是AI检验的检测结果超过40% 学院将向学生发出警示 并要求其自查自究 自己检查自己纠正 学生在受到警示后 需要认真修改 由学院统一在相关平台检测通道进行复检 还要再 就是你完任何的毕业 你要再给我再检查一次 注意到这就是一个40% 所以你们要超的话 只要超了39% 不要超过40% 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抄袭使用再所难免 但是你不要过分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标签化 然后一个比例化 它其实也是针对大学生 一个比较松散的规范 它没有马上就说 你坏人一条钱了 你要坐牢 它没有这样子 不是什么 薪财产要你罚款之类的 好 这个 但是如果你研究 不一定利用AI 那 那某个情况 也可以说 就好像你不要去利用网络 你要去图书馆 或书店去查资料 做卡片 自己引印 对吧 那另外一方面呢 你用了什么 有人用了AI以后 他就如虎添翼 结果自己的字符受教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AI有这些争议 怎么办呢 怎么回事呢 这问题也不是 AI超习问题 不是很简单的 所以 比较我们一个 直接回答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是因为AI 其实是一个新生的事物 而且是一个发展中 很变化的事物 教育界和学术界 还没有定见 还没有定见的应对策略 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 同样的 就是前几天 5月13号 人民网 他新闻 他还说了 这个 以前以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心科技 快速发展 为科学研究带来了新机遇 所以他承认有一个新机遇 这是正面的 推动科学研究发生深刻变革 他也知道这个东西 江海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同时也可能在研究数据处理 研究成果形成 署名与知识产权归属等方面 引发新问题 所以这是新问题 不是旧的 不是 不是旧的新问题 但是 他讲新问题以后 其实我们还可以反向思考 那会不会是原来知识产权本身就有问题 所以你居然有了新发展说它是新问题 搞不过它不是问题 搞不过原来我们的产权关键是有问题的 是不是 也有这个可能性 当然这个人民网新闻是没有说的 好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反正现在原有的规范 没有办法涵盖新科技了 好 那为什么这个跟原有产权的关键是矛盾的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规范 是把所有的你做的这些成果是归功于个人的 要奖赏个人的贡献 那么这个就构成了整个奖赏 升迁 或是财 甚至财富分配的一个基础 但是呢 如果知识变成一个共有的 随手可得的 与个人付出不成比例的一种共产主义 那当然会产生一种矛盾 这个 这个因为以前我们所能接近的或使用的知识都是有限的 你不肯一下接触了非常大量多的知识 然后呢就凭着你努力 你每天这个晚上开车 你知道这个努力读书 然后就只有趁着早上来听演讲说睡一下 这个但你越努力读书越用功 你求知你就拥有的越多 拥有知越多 然后你就获得越多的奖赏 就分出高案 然后薪水高 为什么大家要神学要多博呢 所以呢就很像世界里面的财富是有限的 所以你要分配多少财富是有限的对吧 所以分配多少要靠个人努力 你努力越多你就得到越多 但是万一现在 大量大量丰富的知识都不用分配了怎么办 大量大量财富都不用分配了怎么办 现在慢慢就是我们要面临到这个问题 简单来讲 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接近 还使用知识几乎开始是无限的 就是全世界所有的知识 或者是你需要的所有知识 那这种时候怎么去决定分配 所以我们已经不知不觉的 就走到了一个知识共产主义的地步 各尽所能各心所需 各平等事你就要哪里要的 因为丰富大量的知识已经不用分配了 我们为什么以前要分配 分配是因为不够多吗不足吗 多了太多了就不用分配了 是吧 好 在这个清华大学联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的 副院长梁正他看来 他说这个论文的核心评价的标准 应该是包括作者发挥的创造性 对论文的贡献程度 这又回到了怎么样去评价每个人的 这个自当真正的学者的 他的贡献 然后呢 他说一篇大部分有AI生成 而且隐瞒使用情况的文章 既没有作者的智力贡献 也不符合科研诚信要求 属于学术造假 所以这里又讲出来 你运用AI怎么样是学术造假的情况 就是你隐瞒使用 好 所以这整个我们现在的系统 它的前提就是要区分作者的智力高下 然后给予不同的评定等级薪水 对不对 我们就是有人可以做副教授教授什么等这样子 但是如果AI可以取代了这些作者的知识生产的时候 那怎么办 以前是因为知识的稀缺性 所以必须要有这个知识生产者拼命去生产 生产越多你就贡献越大 运对你的知识的这个大池子 你就保护你就贡献多嘛 多了然后就给你分级 然后呢 它要促进你生产 对不对 你不要懒懒的整天不生产 那怎么样促进生产 就是给你高的薪水 让你生产更多的知识 但是如果未来的知识丰富 随手可得 整个知识生产自动化了 那怎么办 这个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执行长张鸿生 他接受媒体访问之后的表示 他说自从去年以来就是2023年 很多大学院开始使用人工智能辅助课程学习 他说我能鼓励学生们自行 进行这种创新和尝试 他要有创新和尝试好事 但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特性 独特性 就是专属于个人的 不能直接对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照搬复制连贴 这个好像是讲得很清楚 就是照搬复制连贴是超市 但是呢 我们也不能不考虑一个结果 就是AI生成以后 是一篇完美的人文 那你不能够照搬复天 年纸以后 然后呢 你就要改写 改写成什么 狗屁不通 秀下线 那所谓何来呢 好 不管怎么样 这位张鸿生他认为 面对新科技的冲击 对学位论文毕业设计这些技术 监管应该加强 应当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规范 规律和使用伦理 而不能投机取巧 产生懒惰心理 更不能出现学术造假 去的行为 所以呢 这马上又回到了 这个整个的问题 是变成了学生可能会不道德 不合法 这两个 道德和法律 就变成了这个 你使用AI的可能造成的问题 好 我们从这么多新闻里面做个小结论 就是 我刚才 有一位已经讲过了 人工智能是个新生事物 还在发展中 其实能发展成什么样貌 还不清楚 比如说 它可不可能生成 符合学校规定 看不出抄袭的作业内容的 因为如果我是AI的老板 我一定会搞这个 对不对 因为这样的话 AI没有人用啊 我AI上出来 每学生都看一样 然后说学校是抄袭 不过 那学生还要去搞AI干啥 搞屁啊 所以我一定要搞成一个 就是你教授以后 人家看不出来 你是抄袭的东西 就是怎么样 你多付一点钱 就可以个性化 对不对 然后我把我所有平常讲话 跟朋友 和微信上的聊天 通通给一个AI 让AI熟悉我个人的说话 写作风格 包括我说脏话的习惯 我停顺着那个 常用的错别字 是吧 就是我故意卖的破绽 就这样的味道 每个人对一个同一主题 会牵迷欲 我也会给他讲 我特别喜欢日本丰漫 我特别喜欢录剧 然后在我生成的AI论文里面 就很多提到日本日剧的那种例子 或者录剧的例子 是吧 这很容易啊 不是吧 是吧 好 那就可以有一个人设选项 你要是高能 或者是什么大动画 什么都可以 对不对 所以那我原来写 莎士比亚的论文说 我就会有某种的知识内容和风格 那就是怎么办 所以啊 一件事物 事物总是在发展和变化中 我可以告诉 这个可以告诉各位 那如果各位一旦有这样的一种想法 就是事物永远是在发展和变化中 不是说哪个事物 所有的事物 包括你自己在内 包括我们的大学在内 什么东西都在内 那这就是一种历史眼界 一种历史观念 OK 我们呢 当我们今天 今天呢 我们就是要从这个历史观念来看 AI所设计的超市问题 那当然我今天所讲的 也会是我现在 我们所处的这个历史时期 的一个平面之间 OK 我不是说我讲完以后 就都是真等或真 也是我们这个时期所看到的 因为所有的事情 都会在发展变化 那我今天的后半部呢 我会更追溯这个整个问题的根源 就是AI的发展 这个 我会提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当然马克思主义观点 它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观点 好 首先呢 我们还是回到抄袭这个观念 它其实就是一个历史的产物 当然这个抄袭 以前就有这个说法 但是在这一二十年 被我们的大学教育和学术专业化过程里面 被格外的重视 那在今天 特别是AI出现以前 这个抄袭这个概念 其实已经发展到 在我们学院里面 可以发展到一个可操作的概念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是可以被公论的 被所有人拿出来检验的 就是你如果抄袭在学院里面 一定抓得出来 一定找得到 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它是一个可以操作的概念 它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一整套 写论文的引用的规范 就是你要按照规范写 那你不按照规范写 容易被查出来 一旦到了规范写 你的抄袭就无所遁形 这整个包括数目的规矩 都是这样 我们这个抄袭已经 变成这个样子了 就是抄袭是无所遁形的 那你 我现在讲的不是那种 低阶的复制连接 你把人家改头换面 什么稍微变的样子 其实都难逃检验 这是我们整个学术 已经高度专业化的一个后果 可是当然在这之前 这一二十年之前 学术写作其实还没有这么强的规范 对引用也没有这么严格 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法国哲学家叫傅科 他青年初期的时候 有一个英文翻译出来 这个《信史》这个书 他运用了很多史料 可是他的写作方式其实就没有我们现在这种很严格的一文规范 所以评论者说 如果是今天的一个在美国大学要受出版项性性的书 肯定不能读国 因为他没有这个规范 所以以前没有那么严格的去管这些事情 那在以前写作 像我们在台湾这样的地方 他如果受到了比如说外国人的启发 他也不一定会注明的 OK 他通常就不讲了 同时呢 以前的人写作呢 有时候会引用人家一大段 说这段话讲得太妙 我怎么改写我也改写不过人家 那我就把它引用出来 而引用了不过瘾就是引用一大段 现在可不可以不可以 其实你在翻译前的老师书 英文书他有都还是这样 但现在是不让你了 现在书商出版之前 他要引用他要问那个原来出版社的书商 所以是这个书他自己出版社出的 那出版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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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版 有什么道理 它这个却厉 Composted on而言 那就是这样 밖에下去 四国问题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讲这个写作海忠True 这个写作陀范呢 其实我已经讲了 包括它的超级观念 尤其概念 is 预设了一种 个人主义的 一种 个人的攻击 这个 观念 个人的功劳和成绩 什么是个人的攻击 社会报酬是回报给个人的 依照个人的攻击 论功行赏的 学业成绩必须是个人的 不是一个集体共享 也没有办法集体共享个人成绩 这样的一套社会机制跟安排 在古代的时候 古人不是那么发达 也许古人也想要归助一个人 但是有的时候 他没有那种物质手段 监督手段来实现 因为古人觉得人跟人的关联 是比较直接的 他比较不是透过市场去中建 还有例如像你看古人的罪与罚 有的时候也是连带的 株连的 株连好几族的 这就是因为什么 过去人的观念 他不是那么个人主义 所以古人其实没有今天的 我们的这样的 这么严格的抄袭观念 像西游记 他其实从今天标准来看 他就是一部抄袭的著作 这我们大家都知道 中国古典年权名著 西游记 你们可以在百度上 建议 百度它现在有一点AI功能 比如说请提供 西游记的成熟过程 然后就可以看到一个 AI生成的文字 它就不断的出现 因为百度它自己有很多学者写的 关于西游记成熟过程的论文 所以他们很快就生成了一个 AI报告 这基本报告很快完成了 就我刚刚那个题目 请告诉我西游记成熟过程 大日神看一部分 更多的讯息 请付款后才要使用 那好 回到这个抄袭 这种习啊 抄袭的习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依循原有的规范过 我时就叫做习 所以叫阴习抄袭 那我们古人说话的时候 它是讲究引经地点的据点 不但用这个来显示自己的学问宝范 也用前人的权威来佐证自己的论点 这是古人所需要他们的一种写作习惯 但是这个时候的引经据点呢 它不用说明出处 为什么呢 因为古的时候 这个文人圈子非常小 它不是可以对大陆发源的 那适当的引用先贤 有适者 主要是自己人 就心领神会 你说还刻意告诉人家出处 那就简直是肤浅 根本没必要 那你说会不会有 没有办法辨识出处的时候 有 只有在什么穿越剧里面才有 在庆明年第二季 我很不喜欢庆明年 但是庆明年第一季 如果大家有看 那个主角范贤 他在面对南北朝央宫廷宴会的时候 大背唐诗诵词 震惊全场 那就是没有办法辨识出处 是吧 那这个 古人讲灵魔 灵是什么 就是按照原作去写或者画 魔 就是用纸或卷 盖在原作上面写或画 你看这都是有点 类似 类抄袭的概念 那你说 这是中国 老外不是这样 其实达威西也好 莎士比亚也好 他们也都在很多他们那种 临摹练习中发展出创作 所以临摹 抄袭并非是不可取的 是吧 好 而且中国有一句话叫 天下文章一大抄 所以中国过去是没有 现在对于抄袭的严厉观念 除了写诗作文会用点 画用 有的时候也在直接操入前人 我们的古典名作 我刚刚讲过 《西游记》 还有《三桂丽》 还有《三言二拍》 其实都是把过去原来的材料 或流传故事笔记 重新编撰或 编撰 润饰 征山 再创作 这些都是很正当的 这种文人的这种创作 但是在17世纪是欧洲 因为印刷术和市字普及 它创造了阅读的市场的利润 写作就结合了私有财产和个人主义 开始看中什么是作者 这样的一个观念 他在1709年设立了版权法 这是英国 这个抄袭就开始关注 所以这个个人主义 因为市场和资本容易而兴起 那么原来那种集体和共有文化的生产 就慢慢地被掩盖了 在这种氛围下 开始就强调个人的贡献 对个人贡献的奖赏 考核这么一套东西 所以就到我们今天 我刚刚很快地回录一下 过去这样的一个状态 好 那我们在当代大学 我们当然就非常 像我讲重视超新和原创 学术是越来越专业化 所以对于教授工作的监督 就以他发表学术论文为标准 所以一个教授在大学里生存 各位学生以为说 是不是这个教授上课很认真 讲课很有趣 其实那个跟教授生前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教授闲论文 这个才是对教授两次重要 然后他就会产生很多严格的规范和机制 来管这个学术论文的发表 包括输入啊 引用完方法 就像我讲的 他使得抄袭略美无从无所遵行 但也因为专业化 就每个人都变成很厉害的专家 所以你这个论文里面有没有新的论点 其实内行一看就知道 抄袭非常困难 因为如果大家学问都不好的时候 抄袭真的是比较容易 但是专业化以后 什么是专业化 就是专业里面人人都是专家 你忽然提出一个爆炸性关系 人家就说 这没听过这厉害 牛 但是你以为你提出爆炸性关系 哎呀 拜托 人家早早提过了 大家就知道 还在以前的时候 那个时候 如果你拥有一本图书馆没有的外文书 像在我们台湾那种情况 资讯不发达的时候 有些人他可以把国外的著作拿来翻译 以译代注 就是说是翻译的时候 那是我自己写的 还有所谓的编译 就是你看老的书 现在体育没有了 他有时候写某某某编译 就是编辑的编 翻译的译 编写 其实是什么 就是说他碰到有些人 他不会翻译的 他就自己乱写一通 这就叫编译编写 讲实话 是这么回事 或者他改写不了 这个真正很原文的味道 现在呢 绝机了 整个全球化资讯流动 然后也不准你搞这一套东西 所以呢 那 我们回到大学生 可不可能要求大学生 甚至硕士生 有真正的原创呢 这个要怎么去界定 这要怎么去界定 什么是潮汐 或者说 可能我们现在是说 潮汐 好 再说 好 回回来 其实这个 怎么去界定 大学生是不是原创这些东西 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讲简单来讲 本科生 大学生 是不可能有原创 我怎么能去要求 大学生 老师原创都创造不出来 每天在那边 熬夜在那边写啊 读啊 他都原创不出来 那怎么叫学生的原创 所以学生搞老半天 只是某一种抄袭 只是不准你完全这样操而已 是吗 所以呢 像我们以前在没有手机啊 电脑这个时代 我们那时候就常常在课堂上 课堂上考试 课堂上考试呢 就是要测验学生试 有没有阅读造课书 是不是能够负送标准答案 那什么是负送呢 就是抄袭 对吧 就是你要写出标准答案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抄袭 教科书在那里 就把它抄起来了 而且标准答案 最好是一字不差 跟课本一模一样 那不就是妥妥地抄袭嘛 对不对 所以以前其实是要求学生抄袭的 只是现在开始要求 就能改写而已 那那后来呢 整个大学又开始鼓励个性思考 学习要你们去利用参考资料去写作 而不是选择试飞题 现在选择试飞题越来越少了 就把他们考试 于是呢 就开始有这个抄袭问题 有的时候呢 作业要你们回家写 那就更的抄袭 好 那我们回到这个问题 学生抄袭到底什么呢 我们前面讲的最简单就是造抄造班 这是用第一级抄袭 所以我们一般这样学生抄袭 就是讲这个定义 那还有一点呢 是稍微的小小的修改 加上偏贴 大体上是造抄 但是还是属于低级抄袭 那现在你们有时候常常听到某某什么硕士论文抄袭被抓猫 或者前一阵子有很多政客是这样子吗 它其实就是属于这种最低级的 它就一般低级的抄袭 那学术论文的抄袭呢 它是不会这么低级的 它采取某个论点 也是用不同文字重新叙述 但是呢 它如果不好好地论点归功于原创者 或者隐瞒出注 或者还很待过 那就是属于学术抄袭 但是如果这种学术抄袭方式 是处于大学生的作业 那就是很好的 那就不应该被算抄袭 是吧 所以很奇怪的学论就是说 所以我们现在学生的抄袭 应该要向学术 向老师的抄袭开始 就是你们不要做低级抄袭 你们要做高级抄袭 所以当然高级抄袭 现在也变成这样抄袭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如果学生真的能做到这种高级抄袭 其实我们还会认为学生很用心 不苛求 会问他 你是不是参考了什么书啊 等等 但是现在就有很可怕的情况 就是AI出现以后 因为我们就觉得 会不会学生不是自己做的 现在我们可能也开始会要求 你现在高级抄袭也不行了 你要那次参考书 引用验码 所以可能以后认定学生的抄袭 也会是越来越严格 有一个过程 那这就带来一种商机 对吧 从二十世纪末开始 这个有电脑的那种快速搜寻剪贴 还有代写市场的出现 这个抄袭问题就摆上了台面 那又加上AI 后来的AI 现在的AI 那么追查抄袭也形成了一种 这种无限的商机 为了抓抄袭 所以有各种服务和软件 都被发展出来 帮助老师检视学生的作业 还有毕业论文的检查抄袭 还有各种各样的调查工作 然后呢 行政单位也发展出各种分类 判定间谍的规范 要抄袭有更明确的定义和面貌 也是法律抄袭间谍管理 所谓的更趋合理 但是我说了 其实这个东西都在变化中 所以你现在看起来 好像有一些公司 都在做这些事情 好像很热闹 但是其实呢 这个东西可能过几年 它就会改变了 因为 我再回顾头来说 过去呢 借鉴临摹 化用致敬 都是古代文明的基本能力 用得好 说得巧 都是本事 后来因为大众教育的兴起 然后因为产业的升级 包括大学在内的各种教育 各式教育的破胆 比较好的职位呢 开始向所有人开放 而不只是上原来的 贵族阶层的开放 这时候呢 就必须要管控这个阶级流动 要树立各种的门槛 规范 来进行筛选 淘汰 那么个人都必须证明 个人在专业领域里面的能耐 展示操作知识的技巧 对吧 好 所以呢 这个抄袭呢 我下面就要讲 它变成最恶的三个重要大的脉络 可能会有点重复 但是我把它总结一下 这个第一 它的形成脉络是 高教里面虽然管得很严 就是教授就管得很严 但是偶尔还是会有抄袭 尤其过去更多 还是会发现 不管它是有意呢 或者是不巧 都会引起争论 有的是这个教授 他成名以后呢 他早期的著作 应该早期的时候 还没有什么违反 就是博士论文呢 被抓出来 这个其实都有发生过 那么结果就舆论哗然 然后影响他的这个教授的形象 这个反正这样的教育界呢 就有一种整顿的压力 所以每个学校都要搞年讲课程 工作坊就是要去谈 什么是抄袭 有教化政令宣导 那当然上期看到 我们这次演讲的题目 也说真是用心良苦 以为我也是来讲 这个政令宣导的 也是来跟大家讲 大家不要抄袭啊 好好的 守点规矩 还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吗 有时候我的 您不听吗 过去 我先试一下 我到下一页 我到下一页 不好意思这个 抱歉抱歉 我前面說過,在台灣過去曾經擁有某種外文資料通外文,這變成一種知識壟斷和特權。 其實知識壟斷特權其實不是那麼糟糕的事情,某種程度上來看,我們那個知識基茨塔,有很厲害的教授在這上面,諾貝爾講得主在那裡,某種程度上,知識也是一種壟斷。 因為知識都在他大腦裡非常壟斷。你能不能想像有一天,人類的大腦其實是完全被開放的,透過某種技術,一下子可以開放給所有人。 這時候就沒有那個金字塔的頂端了,就沒有諾貝爾講得主了。 所以不要覺得知識壟斷特權好糟糕,其實講的就是我們現在,我們現在就是知識壟斷特權。 知識壟斷特權的那個機制是困在我們大腦裡而已,我們有一點想像力。 不管怎麼樣,有一段時間,你有了一本外文書,你就是知識壟斷特權了,別人沒有外文,其實這個書也看不懂外文。 那時候就可以變成生產本地學術的這些材料。 而有一段時間,學術的工作薪水很低,外匯很短缺,教育單位大學去買外文書的錢是有限的。 有時候被領導,什麼主任啊,他壟斷,那有時候你要弄本書回來,一不容易。 那時候沒有什麼阿娃倫,什麼Federal Express直送,都是要托人出國,帶蘇拜回來的。 所以你能夠帶回一本外書,就是你這一輩子吃爛的傢伙。 所以這個時候呢,在西方一些的這種知識,他真的是很有價值的。 然後你把這英文書翻譯改寫成中文,對不對? 那看不懂地方就瞎猜,對不對? 然後變成教課書,翻譯之後變回改寫,然後就冠作著名字。 我剛剛前面也講過這種藝術,翻譯字術的術。 後來海歸慢慢多了,開始就不能有所謂的以藝代注這個規定。 就是以翻譯代注著作,然後就編和編註,最後有藝術。 藝術就是不是單純翻譯,改寫成通順中文。 那這通常他也不告訴你翻譯資料的這個來源。 那這是我們過去某一種特殊的抄襲現象。 其實細詞真是很有意思。 那西方式的也有抄襲現象。 當然後來越來越難抄襲,因為他們專業化更早。 那非西方學術之所以我上面講的現象,是因為過去訊息不通。 那現在呢,因為有方便的資訊網路和全球化, 所以那個現象已經完全沒有了。 他就有越來越嚴密的這個監控手段。 所以呢,就是越來越專業化。 所以,一下子就查得到。 但是呢,我說了,這個學生抄襲呢,是很容易被抓到的。 因為你沒有經過一種長期的訓練, 去攻讀博士、讀書、教書、發表論文。 你就很難提出一個原創性的問題,或者原創性的答案。 所以,學生只要提出洞見,就是釋出反常必有妖。 所以,總而言之,我剛剛講的那種一堆呢,就是說, 抄襲的第一個形成罪惡的脈絡,就是因為是學術專業化。 所以呢,他要防範抄襲或不當的這種引用。 那麼,抄襲的更大的一個歷史脈絡是什麼呢? 第二個脈絡呢,就是在,比如說,90年代初, 美國使用了特別301條款, 他強迫了其他國家必須接受美國的國際貿易準則, 以維護美國的利益。 台灣就開始被迫嚴懲、仿冒, 重整產業結構,發展原創。 在過程中呢,他就開始, 只要開始要原創,對不對? 但是他原創以後,他就反過頭來, 就去開始嘲笑其他那種仿冒。 其實最早的仿冒就是日本,日本人喜歡的仿冒。 然後以前Made in Japan在國際上, 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比較差的意思, 比較差的東西的意思。 後來就變成Made in Taiwan, 只要是Made in Taiwan呢, 就是一個品質很低劣的仿冒品。 大家知道以前在好萊塢很有名的電影, 對吧? 就是一對男女主角撐一把傘, 突然傘就啪,就解體了,風大。 然後那個主角就說, 哎呀,Made in Taiwan。 好,總而言之呢, 在這麼一點操作裡面, 開始注重所謂的知識財產權。 這就是美國開始告訴台灣, 你要有知識財產權。 這時候開始, 我們就不能隨便用人家的這種書啊, 電影啊,什麼這些東西。 我們以前有原文書的翻譯, 就是任何一本原文書, 只要流行有名的, 我們台灣的書店很快地就把它印出來。 因為原文書很貴, 寄過來很貴,買的很貴。 它就直接用書店的引印、複印, 然後把它裝訂成書, 就公開地賣。 我家很多, 以前大學的時候, 也就什麼時候, 很多這種書。 那這個現在沒有了。 然後我們圖書館呢, 以前也有的, 我後來就把這個書全部都把人移出。 然後明確地跟老師講說, 不可以把翻譯書拿上來。 但是現在找不到翻譯書了, 就是我現在講說, 那時候還在交換, 那麼, 時代的交替, 還有這樣的東西。 那現在呢, 這個學術, 以前我說了, 以前可以以義代助, 現在不能了。 因為學術中心管控越來越嚴。 這個西方跟台灣的這種來往越多, 是吧? 而且教育部還要求你投稿到英文開幕, 那你抄襲人家英文開幕, 一下子就被發現了。 所以這種偷技術、偷知識, 都沒有辦法生存。 抄襲就根本沒有辦法在學術界裡生存了。 所以這裡有這麼一個全球化知識的財產, 什麼知識產權化的, 這麼一個大的脈絡, 是抄襲的第二個大脈絡。 那它的形成第三個脈絡是什麼呢? 現在我們就開始有所謂的法治, 法治就變成台灣好像變成現在先進的路径, 教育的傾向以法為核心思考。 教學、學習、人際互動都落入了法律的規範。 本來可能只是道德的瑕疵的抄襲, 現在就被強化為欺騙、偷竊、掠奪這些罪行。 所以這個三個脈絡。 所以抄襲本來的小事,現在變成大罪。 三個脈絡就是高教育學術的專業化。 第二,知識產權、知識產權。 知識不是人類免費共享的,而是要收費的。 這是知識產權的核心觀念。 它不是共享的,而是要收費。 第三,法律化來滾固知識產權抄襲的想法觀念。 所以我們這整個抄襲觀念是一個有歷史演化的過程, 才開始形成的新觀念。 好,我現在要休息一下。 我下面剛好在自然中, 下面開始要談AI。 所以我的抄襲的任務我已經講完了, 我已經對得起學校了。 下面我還是要講一個必要。 更深入一點關於AI的問題。 謝謝大家。